Hello,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 我们这中的大多数人在同一个时期 只能做到上述内容的一个方面 我们要么顺从他人 以维持自己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要么切断自己与他人的联系 以求做真正的自我 如果你与一个志趣相投的人共同生活 那么你希望做自己的愿望就很容易实现 如果伴侣或者亲友在生活中 与你追求的东西不同 分期和困难就会出现 每个家庭和夫妻都会因为 求同存异的问题发生争执 而求同的需求是与家庭成员发挥 自身个性相悖的 正如上一章所述 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中 要求另外一方与自己保持一致 并且侵犯了另外一方的主体个性 那么另外一方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中要求另外一方与自己保持一致 并且侵犯了另外一方的主体个性 那么另外一方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我们在第一章里讲过苏的故事 她幼年时是个顺从的小女孩 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变得叛逆 后来和父母发生了一场家庭权力争夺战 最后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无论后来采取什么策略 苏多沃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她与原生家庭切断联系之后 又把原生家庭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带到了她和史蒂夫的婚姻关系之中 史蒂夫也把自己在原生家庭中 没有解决的问题带到了新的家庭中 于是他们又按照各自原生家庭的模式 开始了新的家庭斗争 只有那些分化成功的人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 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自己想说的话 自由的思考问题和感受事物 而不用过度考虑别人的喜好或批评 也不用过分批评或奉承别人 这样的人是开放的 他们愿意接受自身与别人的差异 当别人要求他们做出改变时 做出转变时 他们也不会做出过分的反应 他们也愿意做出改变 乐于接受新信息 善于对自己重新定位 他们并不认为需要改变 就意味着自己有不足和缺陷 好 三分钟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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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